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我是劉南昌 今天又是我來幫大家華山論勢 今天談什麼問題呢? 今天談中美關係 談中美關係的走勢 大家都留意到 最近中美關係急速升溫 已經在美國方面搶先宣佈 11月三藩市的APEX 有中美峰會 中美峰會一定會開 中美能夠開峰會 當然是中美關係 升溫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標誌 為什麼會有這個變化呢? 很多人都在討論 包括有經濟上的原因 國際上的形勢等等 我自己覺得 有個觀點可以供大家參考 我覺得 美國是盡量要避免 要面臨第三場的戰爭 大家知道 現在 國際上 世界上已經在打兩場仗 一場就是俄烏戰爭 另一場戰爭就是巴爾 這兩場戰爭到底要打多久 是一個未知數 俄烏戰爭已經打了 從去年預分打到現在 繼續打多久 大家不知道 以巴的戰爭 以巴的衝突 實際上是七十幾年以巴矛盾的延續 這個矛盾能不能夠解決 不能夠解決 戰爭是否一定要通過戰爭 還是通過其他的形式來解決 這個又是放在大家面前的 一個世界之問 一個很大的難題 真是很多人都回答不到 在這個情況下 會不會在台海又發生一場戰爭 大概知道 前面那兩場戰爭 直接關係到美國的戰略利益 甚至直接關係到美國的統治集團 猶太集團的利益 所以他們必須要將全力放在那裡 如果也有一場新的台海戰爭 美國能不能夠承受得了 大家知道 我們都說過 美國經常說他自己有能力打兩場戰爭 實際上 美國人自己說 包括五角大樓 他都說 很困難 很困難 真是打兩場戰爭 那麼我們看看 會不會打這個台海戰爭 就剛剛結束的鄉山論壇 這次鄉山論壇 真的要不能不提 這次鄉山論壇 是一個全球國際軍事形勢的論壇 這次來到的級別人數之多 是超過了歷屆的 那麼這個二十幾個國防部長來了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邵伊固也到場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沒有來到 但是他的副國防部長辦公室都派了相當高級的官員來 奧斯汀當然不能夠來 他如果來到 他幫趙英虎面左左 所以他是不能夠來的 在這個場合上 我留意到中方的代表 中方的軍委副主席張若霞 實際上是現在最重要的掌握軍隊的最高人員 當然除了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之外 實際上是他 大家知道習近平實際上是本領全局 實際上軍隊是由張若霞 張若霞在會上非常強調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假如是絕不能讓台灣分裂出去 另外參加一個會議的何雷宗將 何雷宗將他講了一番話 我覺得是講給全世界聽的 這番話 他說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時候 中國被迫要武力去解放台灣 這場戰爭都是站在法律 和到以上的最高點上的正義之戰 合法之志 我覺得何雷為何要講這個問題 因為實際上大家知道 現在有俄會戰爭 也有巴爾戰爭 戰爭的正義性何在 全球都有很多爭論 你包括俄羅斯 俄羅斯打烏克蘭 你自己的理由就是 你北約不斷東曠 而且你對烏克蘭東部的俄羅斯人 進行侵犯 所以影響到俄羅斯的利益 俄羅斯必須將烏克蘭 繼續變為一個緩衝大 所以他要打這場戰 這場戰站站在國際法上侵略的戰爭 另一場戰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 大家都強調 自己各方面都有自衛權 巴勒斯坦說他們要立國 以色列壓迫他們 所以他們要反抗 所以戰爭的正義性和合法性 是相當見仁見智 在全世界都會引起很重要的爭論 但是我們一旦要武力解放台灣 所以這一場戰爭的性質是什麼 到底是否一場合法的正義戰爭 在這次鄉山論壇 其實賀英軍說得很清楚 因為台灣是中國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是絕不能容許它分割出去 現在北京採取的政策 還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所以他很強調在迫不得已的狀態下 但是你只要迫著我打這場仗 都是一個合法之戰 正義之戰 我們看看這個講話 當然是給美國聽 當然是說給美國即將準備 準備在三藩市中美峰會的智囊人物 幕後人員聽 就是說在這個會 你到底對台灣問題 會怎樣作出一個表述呢 這個一定是北京相當相當關心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在今年以來 這個中美關係有比較大的改善 而且是美國比中國方面更加主動 更加積極 甚至很多人說 實際上美國現在是有求中國 你又派耶倫來 又派布林肯來等等等等 雷蒙多又來 一個一個登門求見 中國方面就好像等你來見 這種態度 實際上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一次中國方面都回訪美國 美國就是由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就去了美國 分別見了布林肯 見了白宮安全顧問沙利文 最後見了拜登 這個王毅在見布林肯時 他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大家真的不能不注意 他講你美國社會有很多雜音 你美國有些人就靠拳頭去解決問題 有些人又用各種各種的歪理去抹黑我們中國 但是不管你採取什麼手段 我們中國都淡然處之 兵來就漲蕩 實際上王毅就表明了這個態度 我又回想起 在王毅幫了當時是楊潔篪 做中國外事辦的主任 第一次見沙利文 即是三年前在阿拉斯加見的時候 那時候布林肯相當囂張 他說我們美國幫你中國關係的處理 就是我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 你們中國一定要專手 基於規則的國際之序 當時楊潔篪的外號楊老虎 一句話就打回頭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到現在王毅說淡然處之 經過了三年時間 這三年時間 美國動作多多 但是全部基本上都是敗下陣來 現在美國要改善中美關係 最重要的一條 很多人說 特別是經濟界很強調 美國已經做了一個結論 是認識到中美經濟是不可能脫鉤 這一個已經是由美國的財政部長耶倫 在他的報告中說了多次 已經是反覆的修改去說了 在這一個基礎上 大家都知道 美國現在面臨著兩場戰爭 我們先頭都說過 俄烏戰爭 這個巴爾衝突 在這一個情況下 美國還有一個很大的內政問題 大家都知道 美國國會眾議長 經過多番的糾纏 掙扎 終於選出了議長出來 議長出來之後 並不是拜登政府就OK了 跟著這個議長 還是共和黨的議長 現在拜登不斷要提新的預算案 大家知道 上一任議長 上一任議長 麥卡錫 就是幫拜登達成了一個妥協 給拜登政府一個財政的撥款 有一個緩衝期 到11月17日這個期又到了 拜登又要申請新的撥款 不是關門 大家都相信 麥卡錫上次幫拜登達成了妥協 就被人搞了下台 這次這個新的議長 當然又是共和黨的議長 因為共和黨現在在眾議院 佔有多數 他一定會吸取麥卡錫的教訓 一定在眾議院上阻攔 拜登政府的財政預算案的提案 在這個情況下 幾乎上很多人都斷定 未來這個拜登政府停擺的可能性 是相當相桑之大 當然這個停擺都不是很重要 因為以前這個特王普的時代 都停過一個多月 反應你 所以他不可能使得你的政府完全不運作 但是共和黨就是要教訓你拜登 教訓你拜登為了什麽 現在的教訓 為了以前的教訓 因為現在實際上 美國的大選 已經進入了一個白熱化的階段 在這個情況下 所有的動作 所有的政治動作 都是幫助大選有關係的 拜登要爭取連任 所以他必須要面對解決好 俄烏的問題 解決好巴爾的問題 解決好國內的各種各種問題 他自己現在還欠債 美國國債到33萬億 最重要是他的利息 還債的利息相當之高 很多人說他一年的利息 是一萬四千多億美元 相當於美國的國防開支的差不多兩倍 這個利息的負擔真的相當相當之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假如台海出事 台海發生戰爭 當然對於美國是最不予見到的 所以美國的已經有 戰略家已經提出報告 現在一定要盡量想犯法 避免北京會趁世界上 現在打開兩場戰爭的空戟 趁虛如入去解復台灣 他說美國現在做的事 一定要避免這個情況的發生 所以實際上美國是最不想見到 有台海戰爭 這個事情我覺得是影響到 現在美國的對話關係 未來在三藩市的中美峰會 是怎樣看的呢 我覺得中美既然要開峰會 是一定要有成果的 在巴厘島G20的中美峰會 實際上當時拜登是作出了 五筆四無二的承諾 即是包括不搞一中一台 不支持台東 不對中國搞冷戰 不圍堵中國等等等等這些 但是實際上拜登講完 他的手下做的是另外一套 包括美國的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去台灣訪問 引起了一場很長大的風波 現在美國方面總結回來 你美國眾議院議長訪問台灣 你吃虧了 你被艦軍突破了台海中線 而且軍機和軍艦 就整天包圍著台灣 這場擾台飛對於演習 實際上就是一個進攻台灣的大議員 實際上你這次佩洛西去訪問台灣 是吃虧了 所以在這次很多的分析家 我自己覺得實際上 實際上在這次的三藩市的中美峰會 中國必然會要求美國 要作出更多更多的承諾 實際上我們看回現在 拜登政府的關於一個中國的政策 其實已經對黑林頓時期 是作了很大的改變 包括將對台灣的很多支持 很多的法案都塞到現在的 拜登政府的一中政策的解釋裡面 實際上這個印度政策 很多的分析家說 實際上就變成兩個中國 或者叫做一中一台 我自己相信 在三藩市的中美峰會 拜登政府必須要作出一些保證 實際上從美國的利益出發 如果它要避免將來要避免 面對第三場戰爭的話 我覺得它可能都會有所收斂 一定會保證 絕對不會再有眾議議長訪問台灣 這些事情發生 但是拜登政府不會放棄打台灣牌 賣武器給台灣 是依然會繼續的 中美關係繼續是非常之明瞭 鬥而不破 這個會長期存在 但是總的方向應該是回暖升溫的趨勢 今天就先說到這 下一集再見 拜拜